-我跟你講熱熱的真的很好吃 哈囉我是PB組 應該很多朋友都喜歡吃雞蛋糕 二、三十年前雞蛋糕都是一粒一粒的 因為競爭越來越大 所以市面上也出現不同造型的雞蛋糕 但你們知道它的製作過程是如何嗎? 老闆先測試模具的溫度 溫度達標之後接著倒入蛋糕壺 各家的蛋糕壺都有他們自己的比例與配方 這部分我就不敢多問 因為算是人家的機密嘛 你們知道現在這樣前後的搖晃是幹嘛嗎? 用意是將裡頭的麵糊均勻的把它搖開 讓模具裡頭的每個角度都能夠吃到麵糊 這樣做出來的雞蛋糕才會有細節啊 來喔起鍋 你看看你看看 咦?怎麼都用屁股背對著我 輕輕的將雞蛋糕左右搖晃 太用力的話會傷到雞蛋糕的造型 OK這個是完成品 挺可愛的 有細節烤的顏色也漂亮 立刻開動 謝謝 等一下要等它涼一點 好 為什麼要等它涼 它會脆一點啊 老闆递到我手中的同時 那種雞蛋香以及奶油味不斷的散發出來 裡頭是空心的 外皮是焦焦酥酥的口感 內層雖然薄 可是吃起來有海綿蛋糕的感覺 捍衛上還有另外一種造型 這是貓頭鷹 兩種造型以及口感都是一模一樣 但貓頭鷹的造型我吃起來比較不會有內疚感 不曉得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種造型呢? 留殡 換建包困 是什麼 泡頭鷹 навер眼 就是東西